看样子似乎在瞅什么东西 这可把女人搞得一头雾水 她以为对方可能是精神上有什么问题 于是便转身离开了 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 女人再次路过公园的时候 她似乎又察觉到了什么东西 等她转头一看 我的天 这次居然又有一个人躺在长椅上 并且以同样的姿势望着天空 这下女人可彻底搞不懂了 难不成这是一种新型的养生姿势 于是到了第二天晚上 等女人再次路过公园时 她特意停了下来 因为她想要看看这次长椅上还有没有人 结果等她转头一看 今天的椅子上却是空荡荡的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女人也来到长椅坐了下来 她想要搞清楚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这个长椅上养着头 难不成是能看见什么特殊的东西 眼见周围没有其他人 女人便也将头往后养了过去 可奇怪的是 天空乌漆抹黑的什么也没有 这可让女人失望极了 那前面那几个女人究竟是在看什么呢 结果还没等她想个文败 周围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听动静似乎是从椅子下面传来的 结果等她低头一看 我的天 一个长相顾似求亲人的女孩 直接就扯住了女人的头 这一次女人终于明白了之前那些女人躺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的原因 然而一切都已经迟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